目前安置在羅東分院的植物人小楓 其實是花蓮人 但是當地沒有安養院 所以只能安置在羅東院區 而這樣也造成小楓媽媽 長期往返的交通不便 與經濟負擔 所以藝人曾婉婷特別擔任愛心大使 期盼各界的捐助 早日建構創始花蓮安養院 我們住在花蓮 我們真的很想來羅東看禮峰 今天原本預定要出席 但是因為地震導致交通的不安全 所以暫時無法來羅東看似雨峰 在入住這十多年來 這樣的狀況已經不知道出現了幾次 花蓮到羅東只能走舒嬅公路 或者是搭火車 我們考量交通安全 通常都是搭火車比較多 但是搭火車有班次的問題 還有車票費用是我們很大的經濟負擔 所以很少有機會全家一起去探視雨峰 通常都是我獨自一個人 雨峰的爸爸 妹妹都是靠視訊或者是照片 來知道雨峰的狀況 花蓮小莉四歲時癲癇發作成植物人 年近八十歲的外公外婆 每月從花蓮部落到羅東探時 十八年來體力負擔日漸沉重 創世證酬建第十八家清函植物人安養苑花蓮芬苑 我是曾婉婷邀您支持創世花蓮芬苑酬建計畫 一起讓愛回來 南亞舞蹈團特別安排工程師之舞 藉此引發各界共鳴 來順利建構植物人之家 所以創世基金會表示 民眾可以透過認捐跟義賣方式 來籌募安養苑的建設經費 那我們有認住竹夢磚六千元 以及竹夢瓦六百元 或是水洗小兒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建院或是購買 我們目前正在推的義賣品的部分 是米果一盒是三百元 也可以透過購買義賣品 來支持我們的花蓮建院 那再來的話 我們五月五號在宜蘭的凱旋會館 也有辦理一場鳳羽情星 炳漢傳愛的公益音樂餐會 那我們目前還缺了六桌的部分 一桌是一萬二 那我們也歡迎社會大眾 可以協助我們認桌 一起來支持我們花蓮建院的經費募集 目前花蓮地區有1061位植物人 而未來創世花蓮安養院啟用後 照顧對象可達90位 再來是我們的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國長主任